记者翁玉黄新北报道 民进党发言人张志豪今天参加在中汉轰炉的举办 由小应山友会发起的万人登山活动 表态参选2018新北市中汉选区议员选举 张志豪强调自己是中汉子弟 从民进党的公读生一路做到中央党部发言人 但心中念姿在姿的是自己从小长大的中汉 希望能重回基层参选议员 小英主席对他的决定虽感亚议 但与尊重及祝福 中和区有六席议员 其中江永昌选上立委 另有邱峰瑶 林秀慧 陈景定 有辉荣 张瑞珊 张瑞珊已决定下界交由女儿张维倩接棒 时代力量发言人李赵丽和前议员金瑞龙也都有意愿 张志豪则获得江永昌支持 投入中汉选区更加热闹 张志豪从小在中汉长大 就读中汉基岁国小 基岁国中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硕士 21岁就投入政治活动 在党内从民进党青年军级工读生做起 93年担任立委赵永昌国会助理 并在中央党部文宣布历练 101年至103年期间 任职立委萧美琴国会助理 并与小英参选新北市长及总统加入竞选团队 选后在中央党部担任发言人 张志豪在党部资历完整 但他希望自己能回至基层 接受选举考验 张志豪说 当他向小英主席报告自己想辞发言人返乡参选 主席也感到讶异 但了解他的想法后对 他多所鼓励到场的立委罗智政 和前立委赵永青 都肯定张志豪的能力与奉献热忱 希望大家点年轻人机会